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函数的那个属性啊 每个函数都有 然后圆形是什么 圆形是这个构造函数构造出对象的公有祖先 对吧 公有祖先 你得搞清楚 圆形是在构造函数上面的东西 然后圆形是这个构造函数构造出它的对象的公有祖先 是这回事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今天接着昨天的讲 收个尾巴 这个继承呢 它有很多种方式 咱们管它叫extend 叫继承例子 这个继承啊 发展了很长时间啊 就从这个技术一开始 刚刚萌生的时候 到最后走向成熟的时候 它发展了一系列东西 那继承昨天不讲完了吗 一个圆形产生一个继承关系吗 圆形只是实现继承的一种方法 但它提升不到工业化的一个程度 那个太low了 知道吧 而且会发生很多问题 就现在今天啊 没有什么新的语法 只是把昨天那个语法进行一个汇总 包括一个变形 好好的用一下啊 看看怎么来用这个东西 产生的继承才更加丰满啊 更加的完善 继承发展史啊 最开始咱们想实现一种继承关系 A 继承D 或者说一个对象继承一个圆形 怎么办的呢 第一种方式 那就是昨天咱们讲那种传统方式 就是用圆形链 能懂我意思吧 把这个东西连成一个链 连成一个链之后 谁继承自谁 然后谁再继承自谁 打一个圆形链上 逐步去继承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圆形链是不是不用我今天再写一遍了 不需要吧 这个圆形链啊 它好是好 但是有个问题 它过多了 继承了一些没用的属性 比如说现在啊 还得写哈 来 今天早上写 手有点软哈 来 早点 来 昨天你们看见节目了吗 看了吧 顽虐吧 看了吧 顽虐吧 那王鹏也好厉害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个节目吧 你要说完全是真人全能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也未必 肯定会摻一些水分来表达一个节目效果的 没感觉那些人的言谈举止都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吗 对吧 和所有的正常人都不太一样 对吧 表现的很激进 对吧 时而很冷静 时而很激进 这不符合正常的人性 你知道吧 除非这人疯了 对吧 除非这人疯了 所以那个肯定是有一些节目效果的 对吧 肯定是节目效果的 但是有这个本事是应该会有的啊 但是具体我没有那么强大啊 不一定 不好说 我看他们这个脑结构基本上体现就是激励强 对吧 抽眼之后能记住什么样的东西 再一个评显神好 对吧 评显神好 近视肯定是不行了 对吧 最强大脑哈 他们这个事很矛盾啊 最强大脑是 评这个东西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吗 不太明白 你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都不是最强大脑 对吧 都不是最强大脑 说明有问题 你再聪明没有什么 你再聪明对你的财富的积累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帮助 对吧 对你的艺术的积累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帮助 只能证明你更聪明 对吧 就好像比个高似的 你最高 那就是你最高了 对吧 某一方面 对吧 反正能拿出来做个节目 对吧 增加些创收吧 反正看看就看看吧 千万别对自己构成什么心理压力 我朋友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我朋友看完之后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我是不是太笨了 我说你跟他们比 来 好了 这个father father上面有个this.name name 等于 呵呵 好 三个身上不加东西了 现在咱看 通过圆形链的一个继承 产生了三个圆形链的链吧 对吧 一个圆形链 我现在主要想继承的就是那个圆形链的 顶端 那个last name 这个属性 但是不好意思 你由于形成了圆形链 一系列的 是不是都连成一个链继承下来的 比如说现在son 他既能继承father的东西 又能继承father圆形的东西 又能继承grand的东西 又能继承grand的东西 又能继承grand的圆形的东西吧 是不是一系列都继承了 那这样一系列从头继承到尾 就会发生一个矛盾 就是我不想继承来的东西 他也继承来了吧 我想继承来的继承来了 不想继承的是不是也继承来了 就会造成一个 哎 无论是效率啊 还是用法上的一个不好啊 所以第一种方法很快就被咱们废弃了哈 然后后来又就发展了一段时间 发展了一段时间用什么呢 大家一看哎 这种继承方法不好 那就换一种方法吧 换一种方法叫什么呢 就是咱们昨天讲的call of light 这个实际应用 叫借用勾导函数 那第二种方法吧 你要强说它是继承 它好像也不太像是继承 就是借别人的方法来用一下 比如现在有个person person上面有name 有age有sax 然后this.name等于name this.age等于age this.sax等于sax 然后这块有一个student类 student勾到函数啊 name agesax 可能还有一个grade 好了 然后呢 它要用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我想勾到一个student的勾到函数 看了之前有函数已经形成了你部分的功能 那我之后就没必要把所有的功能都写到自己身上了吧 是不是用你就可以了 它从这个工业化的层面上 是用别人的方法 它也管它叫做一种继承了 然而它并不是对吧 它实际上没有一个继承的关系吧 它只是说我用你的东西干我自己的事呢 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但是也勉强把它算到这个继承发展室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了啊 怎么办呢 昨天咱都会了吧 person.core core 然后之后把name 把this先放进去对吧 然后name agesax 咱把这个this放进去有个前提哈 就是你这个函数你必须得是 你必须得是咋的 怎么着 你必须得是new出来的吧 你不new出来这个this有啥意义吗 是不是没意义啊 对吧 必须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吧 好 没问题吧 ok 这是这个第二种东西啊 第二种东西叫做借用构造函数啊 叫构造 借用构造函数的方式实现一个初步的函数的一个借用对吧 方法借用 但是他呢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啊 他第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说你只能借用那个构造函数的一个方法 你不能用人家的原型吧 你是不是构造的时候的对象 原型还是你自己的啊 就是这个this返回出来 他的原型是不是还是student.prost type对吧 是不是这回事啊 然后第二个啊 你第二个不好就是你每构造一次函数实际上 你每掉一次构造函数实际上执行了几个方法 实际上执行了几个方法 是不是执行两个方法 你每构造一个对象都要执行一个student 还要执行一个person吧 你是从视觉上省了这个代码的量 但是从运行上根本就没省吧 而且还更加复杂了对吧 你还增加了一个函数调用呢 对吧 从视觉上省了 从这个文件大小上是把这个东西给省了 操作上写法上是省了 但是你实际上是不是还浪费效率了 是这回事吧 浪费效率了 这是第二点不好 然后后来咱们说一它不算继承 二它也挺麻烦的 所以说咱不把它算为标准的一个继承的一个真正的模式 后来再发展再发展发展出了第三种模式 这个第三种模式 基本上就是咱们现在用的一个标准的继承模式吧 如果你想实现一个A继承B B继承C 那就用第三种模式来叫做公有原型 但是我说一下 第二种形式虽然说在这个继承发展史里面 它是一个环节 但是在咱们工业开发上咱说了吧 但凡有这种需求的话 还是建议你用第二种方式 就是别人写一个构法函数 你又写一个构法函数 你的方法完全囊括了它的方法 那你就把它拽过来呗 那东西的吧 把它拽过来 但是从继承的角度来讲 你想实现A继承B 第三种是最好的 然后由第三种导入第四种 咱先看第三种 第三种叫做公有原型 啥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 呃 现在person 啊 现在这个 呃 father 这样吧 person吧 father吧 这是个构造函数啊 构造函数呢 上面有一个last name属性 叫邓 保存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son son的构造函数 我们现在想让通说 我们现在想让son 他生产出的对象 继承自father的proto tab 也就是说他的原型 他一看哎 father的原型我想继承 那怎么办呢 按原来的方法是不是得实行 按原来的方法是不是得圆形那 圆那怎么办 先来一个father 然后把这个father 放到这个son的proto tab上 对吧 让son的proto tab 等于这个father对吧 是不是之前的一个方法 形成圆形这样 对吧 现在咱不这么玩了 现在怎么来呢 简单粗碰 son.proto tab 等于father.proto tab 是不是让一个圆形 给了两个函数 换句话说 现在 father的proto tab 在最上面 这边是father 然后这头是son 这个线我就不画了 这头father这头son 比如说 无论是father 勾动函数还是son 勾动函数 他们的原型都是father的proto type吧 是不是这回事 这很简单吧 你把这个father的proto 因为father的proto type 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是一个引用值 引用值之间的复值 是不是可以传地址过去 你现在让father的proto type 直接扔到son的proto type里面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对吧 是不是他俩现在就是公有原型了 这种方法 这种继承的方式叫做公有原型 你想让son的勾动函数 也有father的一个原型 你就这么来 那以后呢 是不是son勾动函数的对象 就继承了father的proto type 他的属性 对吧 他俩共有一个原型了 现在咱注释一下 咱试试哈 把它拿出来 然后 word一个son 就是newson 保存 son.last name 回车 是变等了 再来一个father 再来一个father word一个father new newfather 导导 father the last name 是不是也觉得 是不是 这两个构造函数就有同一个原型了 所以这两个构造函数 生产分对象就继承自同一个原型吧 对吧 啊 继承自同一个原型 OK 所以啊 这个原型哈 不但就是这个一开始咱们讲原型 原型是这个构造函数 这个构造函数 这个构造函数对象的一个公有原型 对吧 公有组件哈 那现在多个构造函数是不是还可以共用同一个原型 这是咱们的一个新的知识对吧 也不算新的知识 就算一个新的用法哈 所以现在哈 你想让这个son的构造函数 寄承father 构造函数的一个原型 就是a寄承自b的话 就来这么来 就用这么用 对吧 不用那种圆形链的方式 是不是这样的话更好一些 对吧 这种方式啊 虽然说简单明了 咱可以封装一个函数啊 把它封装起来 怎么办呢 实现一个寄成 来个方式封装成一个函数 咱们现在要以后要学会这种技能哈 就抽象出一个功能 封装成函数 能懂得对吧 函数就代表功能 函数代表功能的一个复用 哪块能复用哪块能定义化呢 就是通过这个参数来实现的啊 抽象功能吧 然后这个功能叫什么 叫继承吧 继承两种写法啊 第一种写法就extend extend叫继承的意思 第二种写法呢 就inherit inherit也是继承的意思 这个inherit 它还是css属性的一个值呢 这个值是继承值的意思 有人现在啊 咱说咱说 我就跟大家说过 我说css属性里面 我说但凡是文字类的属性 包括文字类的颜色color font size font width 包括这个line height 都是文字类属性吧 文字类属性有一个传递的特性 就是如果子元素 没设置文字类属性的话 它就默认继承 负元素的文字类属性 对吧 你给负极加一个 font size 等于20像素 子元素你不用想 肯定也是20像素 除非你单独设的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子元素 在font size身上 在这个font size上 它的默认的值就是inherit 这是一个css的值 能懂一个吧 这个值代表 我没有就继承父亲的 懂一个吧 就继承父亲了 对啊 咱现在就沿用这个inherit 然后呢 再来写啊 inherit里面 是不是得传俩东西啊 你得让a继承b 对吧 a继承b 那怎么办 第一个来 谁继承字谁 一个叫target 一个叫origin origin原始的呗 target就是要target 计成origin 对吧 把这两个东西 由于这两个东西传进来的得是什么 传进来的得是构造函数吧 是不是传来的得是构造函数 咱最终是想 你想个问题啊 咱不是想让一个对象去继承某一个东西 咱最终想让的是一个构造函数继承某一个东西 这样这个构造函数使用的对象就全继承字那个东西了吧 是不是是根上的问题 对吧 继承最好是打根上来吧 你要让一个对象去继承什么东西 你直接改它proto不就完事了吗 你还这么麻烦干嘛呀 咱是不是想让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所有对象都改变一个继承的指向 对吧都改变一个 所以说咱想让构造函数去 构造函数的prototype来更换一下对吧 让构造函数去 他们直接互相实现这个继承 ok 那现在怎么办 让target继承origin 那是不是就是target的prototype等于origin的prototype 完事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就一步吧 都不需要别的吧 对吧 好 现在 现在咱们写两个 father是一个目标元 就啊什么father father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对象啊 说错了 father是一个原始的一个构造函数 这个构造函数上面有一个圆形 这个圆形是希望咱们被用到son生日的 现在我要用son 改变它的一个圆形 让它变成这个father的圆形 就是兼用一下father的圆形 共有实现一个两个构造函数 共有一个圆形的一个特点 那怎么办 就用这个inherit 那现在就是inherit的知情呗 inherit 然后把谁传进去 第一个是son 第二个是father 他给的 一次数号 啊啊 t啊 ok 好保存 保存完之后是不是他俩实现上继承了 他俩实现上继承之后 这两个构造函数共有一个圆形 然后此时 你再通过这两个构造函数生产出的对象 是不是他俩就共有一个圆形了 比如现在son的生产出的对象 是不是就有了这个father的圆形的属性 对吧 来 试一下 把这个就放到这头 奇怪 来 算了点 last name 是不是ok了 对吧 那现在有个问题啊 我让这个继承实现到这 还好是吗 是不是现在包实了 因为他先继承了之后 你后改的他圆形已经晚了吧 是不是昨天讲那个问题 对吧 所以你现在你丧点 你丧点 你点啥你也点不出来 因为他继承的还是他原来那个圆形那个空间 对吧 你虽然是把他现在的改了 但是原来他指向的已经原来的空间了对吧 所以一定得是先继承后用的 先继承后用的 那这种方法哈 有没有他的漏洞呢 有没有什么他的不足呢 如果他这样的完美的话 咱以后用这句就好了 他还是有点不足了 这个不足是啥呢 比如说现在哈 咱有一天 咱想给sang身上 所以现在哈 我虽然说这个sang 用的是你father的prote type 但有一天是这样了 sang有一天 看琴强高兴了 他想给自己的圆形上多加一个属性 来方便他构造出对象来使用 sang的构造环上一看 说我想给自己多增加一个属性 来方便我后续生产出的对象来使用 那他怎么办 他只能是 比如现在你看他继承完了哈 他只能是sang.prote type 上面多加 比如说这个sang 上面他说了 我这里面生产的性别全是男的 那我就多加一个东西 我放到这里面全是男的 这是不是理论上也好使了 那保存 刷新 来sang 再看他的sex是不是smile 对吧 sang的sexsmile吧 但是有一点不好了 你是这么改了 我加一个father the newfather 保存 我father.sex 有没有 有没有 是不是也有 为啥有 因为你看 你sang的prote type 和我现在的father的prote type 已经都是一个指向了 咱俩指向一个空间啊 你给那个空间加东西 我的也变呢 所以现在sang想实现一个个性化的 自己的一个属性 想加到原型上 根本就不行吧 因为你一改就把人家改了对吧 你不能改人家的东西 所以现在他一改的话 是不是就两个东西就混乱了 对吧 这是不好的吧 咱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sang用的是你father的原型 但是我sang往自己身上加东西 根本就不影响你father的东西 咱是不是想实现这样的东西 对吧 我又继承自你 我又不想影响你 对吧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形式吧 就是我有我自己定义的一个原型 我又有你给我提供的一个原型 是不是有自定义的 有咱俩共有的 这是一个咱们想要的流程 对吧 总得给我一个自己的空间 对吧 那这样写就不行了 这样写不行的话 就引寻出咱们最后一种丰满的形式了 叫圣杯模式 这样写不行的根本原因就是想 不行的根本原因就是什么 我们想给这个sang加一个自己的一个原型的独特的东西 但是现在影响了father的东西吧 对吧 那现在我怎么办呢 方法还是公有原型 还是说father给一个原型出去 然后sang也用这个原型的东西吧 还是这么来 但是呢 要实现点小的区别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sang.protoType 等于father father.protoType 这是原来的一个写法 现在哈 不这么玩了 把这个干掉 一会再写 看我的写法 看我的写法 我来一个 function f 我就单独写一个functionf 你写functionf干嘛 我这f是不是大写了 证明它也是个构导函数吧 这构导函数干嘛的呢 这构导函数做一个中间层 f.protoType sang.protoType 等于newf 这是不就连成链了 怎么连成的链 通过原型链吧 是不是这个右侧是一个小的原型链 对吧 你f.protoType protoType是谁 是newf吧 newf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人 对吧 你要给sang点protoType 你下面加点东西 根本就不会影响father的protoType 对吧 然而father protoType这些东西 你还依然能继承来吧 是不是现在你想改你自己的 你又能继承别人的东西 就是通过这么来的吧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最终的一个圣杯模式 啊 听门了 睡觉了 想男朋友了 咱千万说 中间哈 行软真是 说你俩这儿啊 这学校活动特别多了 一通搞学校活动 本来是七七的同学 和男朋友俩是挺恩爱的 对吧 后来由于自己 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吧 无奈变到八七来了 然后后来变到九七来了哈 所以嘛 就不要 不要手动破坏自己幸福 对吧 该努力还得努力啊 认真听课啊 对吧 咱看一下 再从头看一遍 这样一个father的protoType 这是两方的一个公有原型 他是谁的公有原型呢 father和这个f的公有原型 这个f充当了一个中间层 f的protoType等于fatherprotoType 对吧 他俩共有一个原型 然后呢 现在sang和f要形成一个关系 通过什么要形成关系呢 通过一个原型这儿的方式来形成关系 现在sang的原型等于一个new的f new的f呢 它肯定是这个f可以用这个father的protoType 通过原型这儿才能找到这个protoType 对吧 找到这个protoType也就相当于找到这个father的protoType 所以这边也是 右侧这块也是形成了一个继承 通过原型这儿的形成继承 sang依然能继承father的protoType 对吧 但是现在有个好处就是sang 现在想给自己的protoType上面加东西 不会影响father的protoType 因为sang的原型是newf newf的原型才是father的protoType 这俩是两层关系 不是一个人对吧 对吧 所以咱把这个东西 这块是不能看到 咱把这个东西提取出一个公式出来 然后封装到一个函数里面 再次实现aG成B OK吧 怎么提取 还是function inherit 这块来target 这块来origin 怎么办 怎么办 第一步先干嘛 你咋着也得把这个f给定义出来吧 是不是在这里面定义 对吧 然后呢 照着写呗 这不在这儿了吗 照着写呗 对吧 f.protoType等于 father.protoType 对吧 然后呢 sang.protoType等于 newf 完事了吧 这就完事了 这就是最终的继承吧 再试一下啊 玩一下耍一下啊 哎呦这么老多啊 刚才写在哪呢 是把他拿过来对吧 把他拿过来 行就把他拿过来吧 好 现在 我inherit harit 把谁传进去第一个 谁是目标 sang是目标对吧 origin是father 然后传进之后 好 实现继承实现外继承之后 现在new一个 别的 were一个sang 有 必须 他本身没有 他是不是能继承来对吧 他能继承来这个last name 然后father 有没有last name 是不是也能继承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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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 神 你 他 不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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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 Origin Tabit 一下手快了 下面是 左边 Tabit Tabit 除了那块有问题以外 刚才这块Space错了 这块写错了吧 也写错了 今天确实是蒙了哈 这么高级吗 来 对吧这回这样 蹬然后再来上的 last name 这不也是蹬 啪啪咚咚访问到这个东西对吧 然后接下来咱再看啊 现在干嘛呢做点小破坏 现在我想给 上的PlatoTab上面加一个东西叫Sax Sax等于Mile 回车 然后上的Sax 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father的Sax 依然没有吧 他没有改变father的Prototype fatherPrototype 是不是还是这个东西 对这吧 这是实际上咱们最终的一个计程了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好了现在 咱们给他再丰满丰满丰满 其实这个 还可以再丰满丰满丰满什么呢 有一个问题 咱忽略了哈 这个问题 咱说有一个圆形上都有一个属性 系统给咱们自带的属性叫啥 看Sax 叫啥 叫Constructor吧 是不是圆形上都有一个东西叫Constructor Constructor默认的值是不是指向它的构造函数 对吧 现在咱看一下 那Sung的Constructor理应应该是什么 Constructor理应应应该指向就是Sung吧 是不是小的这个对象 理应应该对吧 理应出来这个大的这个Sung对吧 现在你看呢 它是father 怎么来的 咱继承一遍试试啊 现在Sung的Protto是谁 它的圆形是谁 它圆形是谁 圆形是new的F吧 new的F身上有Constructor吗 对象甚至都没有 是圆形是人的对吧 那 newF那再往上找 它的圆形是谁 它的Protto是谁 它的Protto是谁 father father.prototype吧 father.prototype上面有没有Constructor 有没有Constructor 必须有啊 指的是谁 指的是father吧 所以你上要访问Constructor的话 是不是指向father了 对吧 它是不是指向稳乱了 因为继承过来的嘛 是不是因为继承过来的 指向稳乱了对吧 所以现在啊 咱们想把Sung的Constructor给归位 就是现在我想让Sung 访问出的Constructor 就是它自己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得在这给它归它位 这个target是代表哪个Sung 这Prototype上面 咱是不是可以自己加东西了 加什么 加Constructor Constructor 等于谁 等于tubby的 这等于tubby的 对 tubby的算 对吧 这等于tubby的 然后呢 就完事了吧 最后一步 咱们再多加一步啊 这这步可有可无 你可以记录也可以忘了啊 最后一步加什么呢 我们希望啊 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的这个构造出的对象 它能找到自己的超类 什么叫超类呢 超类的意思就是超级负级 也就是它究竟继承自谁 它其实继承自的是这个NewF对吧 但是是咱们给它加的中间层 它其实真正继承自的 还不是是不是还是发的了抛菜吧 咱希望把这个东西先挂到身上保存起来 它如果有需要的话 能知道自己真正继承自谁 对吧 真正继承自谁啊 所以把这个真正继承自谁的一个信息 挂到他身上 咱们给它起个名 找做tab. 正常咱们应该起个名叫super 叫做超类 就是真正继承自谁 这个东西 但super这个东西是一个关键字 咱不能随便用 你看我写完了就变色了 变色了 这是保留字 所以咱们给它变换一下 叫什么呢 叫Uber Uber 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用法 就给它起来换一个名 就标准的名字叫Uber 然后存的是谁呢 存的是 Origin.prosl type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正想知道它继承自谁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给它调用出来 对吧 你可以知道它继承自谁 就是为了一个信息的一个储存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形成了咱们最完美的一个继承方法 咱们管最完美的方法叫做圣杯模式 这是一个模式 叫圣杯模式 知道啥圣杯吗 你们看过新约旧约吗 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一个圣杯 对 那个圣杯咬一碗水 你喝了之后永生对吧 永生 这代表永恒的意思 永恒的意思 行吧 这是一个圣杯模式 来 还没完还没完 用说 这个方法咱们是 这个方法你是必须得会了 但凡有人问你 你能实现一个继承吗 你就可以摸写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最终的形式 A继承B就完事了 但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 我考考大家 考考大家 看你们能不能反应过来 来听我说 考考你们啊 现在我把这一行和这一行颠倒一下 看到了吧 我把我原来原本这行在这对吧 现在我把它拿过来放上面 还好使吗 换句话说 就相当于 相当于啥 相当于把这个东西 是不是拿到这来了 这样还好使吗 当然这个定义F肯定是在 逻辑的最上面 这个不用我说了 这大家不清楚哈 来好使吗 为啥不好使 哎对 还是原型指向的问题吧 new的时候 他用的是原来那个原型吧 你后给人改了 已经晚了 人拥完了对吧 一定在拥之前给他改原型对吧 所以这两行你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朋友们 这两行你可千万别给我倒过来啊 千万别倒过来 倒过来肯定不好使 倒过来肯定不好使 好保持 ok没问题吧 是不是没问题 行吧 我把这个形式 我再给你换一种形式来写啊 来下面先注视掉 换一种形式来写 这个是咱们最通俗的写法了 他并不高大上 咱们有一个雅虎提供一个雅虎公司提供吧 雅虎啊 他这个他这个CEO叫什么 杨志远吧 对吧 华裔吧 中国人对吧 你不知道吗 雅虎中国人开的 雅虎中国人开的啊 很自豪吧 他这个CEO叫杨志远哈 雅虎他原来是一个技术的一个 就是在搜狐和这个新浪称霸那个时代哈 在这个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 那时候没有BAT 那时候BAT根本就不行啊 那时候搜狐和这个搜狐网易和这个新浪 他们是这个互联网的龙头 因为信息行业嘛 互联网的诞生就是为了传播信息的 那个时候雅虎那就是世界的领头 啊 非常厉害那现在可能说萧条的哈 那那个时候呢 作为这种世界这种互联网的这个IT大哥 他们给这个业界每每个IT大哥都会业界提供很多这种开选方法 雅虎给咱们提供一个YUI库 啊 YUI的一个库就是这个库干嘛呢 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个编写 把无数种功能已经给你封装好了 你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弄一个吧 这是他们给咱们一个好处啊 就是很多功能 你引入YUI库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个YUI库里面 但是现在不用YUI库了啊 现在就Curse了 YUI库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inherit 就是咱们这个继承的一个生命模式 和咱们写的极其类似 但是又有点小的不同 你写一下 这个是非常高大上的 他怎么写的呢 先来一个立即执行函数 这一写是不是高大上了 立即执行函数是不是可以有返回值 对吧 别着急 在这里面先定义一个function 构造函数 这么来定义 然后呢 return 一个function return的这个function return的一个function啊 return的一个函数引用 知道吧 这个函数引用呢 里面有target 里面有origin 然后呢 里面写的什么东西 里面写了这四号 里面写了这四号 这是Yahoo的一个户 先看一遍 能看懂吗 就是最后这个立即执行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我会把这个函数刨到原地 刨给这个inherit 能懂的 然后你看一下能看懂吗 然后你看一下能看懂吗 这个要能明白你基本上在这个题上在这个功能上就和yahoo的工程师一个水平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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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turn 它只不过RATER的一个函数引用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这样 比如说一个demo吧 把这个demoRATER回来 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你RATER一个函数 就RATER一个函数的引用 这不可以代表一个函数引用吗 这也是一个函数引用 函数引用 来 暂时看不懂这个对吧 没关系 正好讲到这时候 我把前面的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讲了 咱说那时候B包在应用的时候 是不是有第三点应用没给大家讲 第三点应用什么应用 第三点应用是私有化属性吧 是不是私有属性 看看 咱B包三点应用 来B包的作用第三点 第三点是可以实现封装 属性私有化对吧 可以实现封装 属性私有化 这是咋回事呢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现在 抛开这个话题 我现在实现一个 实现一个工厂 但这个工厂啊 现在有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工厂我不需要new 不需要new 需要new也行 其实new吧那就 person 别的了 这个工厂就勾到你们邓哥 让Mr.邓 对吧 就勾到你们邓哥 邓等于new邓 然后呢这里面有点东西 有个name 有个age 有个sex 行了那些都不写 就来个name 然后呢有个wife 对吧 有个wife 你们邓哥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小刘 然后啊他肯定说 this is your name 等于name this is your wife 等于wife 对吧 然后有一天呢 你们邓哥啊 终于活了30多年 活明白了 对吧 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社会阅历 以及个人魅力 对吧 然后呢 学会了一点社会上的小技巧 对吧 然后找了个小媳妇 找了个小媳妇 也有自己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其他的功能 啊 比如说 this is your divorce 对吧 divorce divorce之后呢 他要什么的 他要让this is your wife 换人 对吧 换成谁呢 换成那个小媳妇 然后他也可以换成小媳妇 这小媳妇在哪里表示呢 在里面来一个 work prepare prepare wife work prepare wife 原来有个小张 对吧 原来有个小张 idivorce 就是this is your wife 等于 等于啥 等于prepare 你可看好我的写法 我可没有this了 等于prepare wife 然后呢 this又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change prepare wife change 一个change 就是一个方法 然后里面呢 来个target的目标 对吧 把这个目标 放到prepare wife里面 prepare wife 对于targe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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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后现在呢 再来一个叫say prepare wife 也等于一个方法 就是console.log prepare prepare wife console.log ok啊 ok 这样一个对象 是不是依然的不同 对吧 完事之后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凳 有啥东西 是不是系列东西 还有一系列方法 对吧 还有一些方法 然后 现在啊 听我说 现在 你邓哥是不是可以随意操作这个东西 那现在咱操作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他离婚 divorce divorce 离婚了之后 回车 再瞪点wife 是不是换人了 换人小张了 对吧 换人小张了 这为什么能换成小张呢 你这个是构造出一个对象 d4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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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对象保存出来 对没问题吧 这个变量 人家是函数里面 由于这个函数生成 由于这个函数执行 产生的执行扎纹文里面的一个变量 是不是函数完了之后 它就被销毁了 那为啥能用啊 你看这里面 这个 这个方法 在对象上 由于这个对象被返回了 是不是这个方法也被返回了 所以这个方法 它用这个变量 是不是可以的 是不是可以的 好 拍桌子同学 困难你吗 静静的 看看这样过程 能不能实现 为啥能实现 为什么这个函数 你看这个divorce 我是不是在外部执行的 是不是在外部执行的 外部执行的 怎么能用人家内部的一个变量呢 为啥 这币包啊 忘了吗 这个函数被保存到了外部 所以它储存了这个刚才这个函数的一个直径杉文 对吧 是不是储存了那个函数直径杉文 储存了直径杉文 咱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币包了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被这三个函数所共同共用的吧 是不是这个三个函数分 是不是这三个函数分别和这个邓这个函数 形成了一个B包 三对一的B包 对吧 所以他们共同用这个邓的AO吧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在外部可以随意存取吧 对这吧 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哈 这个函数是不是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构造是一个对象 对吧 这个对象可以随意操作这个prepare wife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个prepare wife 它很微妙哈 为什么说很微妙呢 虽然说这是一个B包的应用 咱抛开这个B包的应用 咱讲的根本的意义 这个变量对于这个对象来说 变得很微妙 比如说现在你问老邓 老邓啊 你问你们邓哥啊 去鞭策他对吧 说邓哥啊 老邓啊 你是不是 对吧 你说不老实啊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啊 对吧 哎 你问他 你是不是有prepare wife 哇 一访问 一回事 老邓说并没有 对吧 你看看我是清白的吧 并没有对吧 然而呢 哎 他真实的自己是不是能操作 对吧 自己所有的方法都能操作那个变量吧 但你问他 哎 你神神是不是有这个变量 老邓说没有 并没有啊 别找我 所以这个变量他能不能用 他能用 但是是不是他自己的 表面上看不是他自己的吧 是不是这个B包 仅永远跟着他会 这个B包相当于一个隐藏的区域吧 所以这个变量就变得像他自己的一个私有化的变量似的 只有他自己能看着 是不是别人看都看不着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B包的应用叫做私有化变量 是不是挺像这个例子的 对吧 那那个 这个二嫂啊 老邓永远不会承认的 但是真有没有呢 他自己能 他自己知道 对吧 所以你想看到这个变量的话 你只能通过老邓的方法 比如say这个东西 还得是他确实设置了这个方法 让你去看 给你读出来这个东西 你才能看着吧 你要想直接通过老邓prepare 你看不到 是不是看不到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量 对于这个对象来说 就变成了一个私有化变量吧 是不是只有这个对象自己 通过对象自己设置的方法 可以去操作他 外部用户 你想通过这个对象 点这个东西 是不是点不出来 对吧 因为他不是对象身上的东西 但是他是对象和原有空间 形成B包里面 B包那个东西吧 对这吧 所以这是B包的第三点应用 叫做私有化变量的问题 那种东西吧 你要想不起来私有化变量 你就像你邓哥这小媳妇的事 一想就明白了 OK 是不是没问题这个 好 这是一个私有化变量的应用 那么 哪去了 看这 看这 这个过程是一个啥过程 最后会把这个function 去放到这吧 是不是最后执行完是这样的 对吧 因为return了嘛 return了原地嘛 那这里面的这个功能 咱都知道 咱不用管了吧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个F哪去了 是不是最后没了 然而真的没了吗 形成B包 形成B包了之后 它是不是成了这个函数的私有化变量了 对吧 而这个东西它变成私有化变量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写法 因为本身这个F 它用来就是为了过渡一下的 它根本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用途 对吧 所以咱们让它放到B包里面 去当做一块私有化变量 是不是看起来更好 写法上语义化也更好 对吧 无关的东西嘛 隐私的附加的东西 就放到私有化变量里面去的 懂得懂得懂的吧 这是一个高端的写法 咱们以后会有很多次这样的应用啊 所以现在你先稍微理解一下啊 稍微理解一下 好 这没问题吧 其实有的时候跟你讲 有的时候理解一个问题吧 在于真的理解了 就是我真懂了 然后去用 有的时候理解呢 就是啥 有的时候理解就是 你死记硬被死用 第一次用完之后 第二次用完之后 第三次用顺手了 那就这么用吧 第四次第五次就明白了 能懂一次吧 是这回事 这是人和机器记忆方法的不一样 你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的一个基础原理 就成过什么样了吗 原来人工智能这个东西 五十年代就提出了 那不是一个新概念了 那个时候提出人工智能的一个概念 是这样的 他说 那时候大家觉得 人工智能电脑 你应该这么识别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图像识别 比如说识别的人脸啊 人总试图的把一系列规则 说人脸就是应该这样的 某一个点应该隆起 某一个点应该往下 往下下衬 某一个点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人总试图把这样的规律给电脑 让电脑通过这样的规律 来算出一个BS定律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告诉你 还有多少概率是稳和多少 还是不稳和 能懂是吧 总是这样的 但后来咱们的世界太复杂了 你这种东西的误差率太大了 这种输入到电脑里面的人工智能 已经不叫智能了 现在咱们的人工智能 和它完全是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 咱们往这个 把这个规律输入到电脑里面 让电脑识别 这个学习方法 就是咱们人所认为自己的学习方式 对吧 大家总人总觉得 我们是学到了一个规律 然后再推广现象 是不是咱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吧 都是这么认为的吧 咱学懂也是 我理解了 然后我才能会做 然后才能推广 对吧 其实呢 这只是人的一个表象 一个认识 现在咱真算是 环谱归真吧 咱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认知世界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能力 不是说通过 是大部分东西 不是说通过 你了解一个规律 然后再去推演现象的 大部分是 你了解了 你经历了很多的事 经历了很多的经验 然后抽象总结 抽象总结出的规律 然后再去看世界 是这样的吧 所以后来咱们给机器 是一个现在深度学习的方法 再也不是原来那么玩了 咱们现在机器深度学习 比如说他想认识人脸的话 咱们找一千万条数据 一起 或者说一亿十亿个人脸 直接录到这个机器里面去 就是把十亿个人脸 直接抛给机器 告诉机器 这就是人脸 你自己是别的 然后机器会通过 他自己的一个复杂的算法 把这个人脸的一个特征 自己描绘好 因为数据量实在太大了 人就那么邪格 他把这些东西全录到里面去 然后他再来通过自己的一个 总结出的一个东西来 识别人的话 这就很精准了 这就很精准 现在的深度学习 都是往这个 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 都是基于大数据的 大量的数据量 然后去往里面录录 去往里面录录 去往里面录录 这是一个现在人工智能 那个基础点 你像李徐时跟你徐时 像下期的RFGO 和现在这个Master 他也根本不是说 把棋谱录进去了 没有棋谱 他就是通过不断跟人学习 不断跟人去下棋 然后深度去深度学习 然后他跟人下完之后 总结规律 再跟自己下 据那个官方数据显示 那个李徐时 是不是还赢过RFGO一局 对吧 赢完那局之后 RFGO痛丁思痛 对吧 痛丁思痛 当天晚上自己跟自己 下了几百万牌 来着 一百多万牌吧 就当天晚上 自己跟自己下了一百多万牌 把这个规律 又重新总结了一遍 第二天那个RFGO 我和第一天那个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第二天再跟他下的时候 李徐时已经被 已经被虐惨了 虐飞了 知道吧 就根本RFGO一看 嗯我竟然输了 自己跟自己下一百万牌 下了一百万牌了 自己跟自己下 下完之后总结一下 嗯不可能输了 来吧 下辈子都下不完一百万牌 对吧 对现在这个机器学习的能力不一样 大家永远觉得 哎不就往这个电脑里面录奇谱吗 然后电脑自己识别 你错了 围棋是没有棋谱的 围棋棋谱是无穷无尽的 那个东西太多了 你根本就算不来 机器都算不来 你知道吗 你往里录根本不可能 像棋有棋谱 就那么几个 对吧 一小本录进去都完事了 围棋没有 他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 不断靠数据量的积攒 他来判断 我下一步 电脑里面是没有棋谱的 也没有说下一步该下哪 没有战术 他只是看下一个 应该下完棋的图像 这个黑白点图像 和这个图像 从这个图像转换为下一个图像 他的胜率能有多少 比如说52%胜率 好那就这么下了 是这么回事 他都是在算概率 计算机跟概率学 那是分不开的 所以咱们计算机数学里面 有一个叫计算机数学 计算机数学叫理散数学 理散数学里面跟概率学 跟概率论 还是有一部分关系 对吧 一部分是逻辑数学 一部分概率数学 不都是这样吗 理散数学过了 还没过呢 行 你这也是在黑大了 你要在北大的话 估计你就过不了了 一个学校的一个好与愿 一个学校计算机 CS转业 咱们叫CS转业 叫Computer Science CS转业 一个学校CS转业的强与弱 就跟这个 你就看他的离散数学 教的课史就可以了 清华大学离散数学 教两年 四个学期 北大教两年 四个学期 Stanford教六个学期 从开学一直到最后 一直都离散数学 Stanford 就是斯坦福 你看MIT那更多了 MIT更多了 当然了 你说国外的本科生 和咱们中国的本科生 我觉得是没法比的 我觉得没法比的 从什么能力说 说没法比呢 数学能力 那个 我一个 我一个 我跟加州的一个朋友 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斯坦福 给别人带过课 他说 我上去这些能带课 我说你别开玩笑 你可学经济的 对吧 你学那东西 也未必说专业数学 他说 不是你想那样 我们给大学生讲的是 一元一四方程 你们去都能讲 赦S等于Y加3 为什么这么写 讲规律抽象 然后普及 他们大学数学 弱到这种程度 咱初中学了 对吧 他们的数学 到研究生阶段 才有一个质的飞跃 怎么讲的 什么高数 什么这个 微积分 三次未分 几次未分的 对吧 那都是他们研究生课程 都是他们研究生课程 咱们中国人的数学能力 还是很强的 还是很强的 唯一能和咱们媲美的 就是德国 德国的数学能力 也是很强的 德国好像说 据说 我朋友说的 咱不知道准不准 因为他在区马力 他也不在德国 理性近 他说德国的数学 从小学 就交到咱们 高数的水平了 小一六年级 交到咱们高数的水平了 他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是真事 如果是真事的话 挺吓人 如果是真事 挺吓人 你想 从小学学高数 初中开始复习高数 高中再来一遍 对吧 到大学 就拱瓜烂熟了 对吧 这个方法 再说一遍 这个方法 我这两种方法 你写哪个都行 反正功能都能实现 但是我建议你写下面这个 我建议你写下面这个 下课休息 没错 我建议你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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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下的 我建议你写下的